史莱克七怪成为封号斗罗的年龄 第七名戴木白 史莱克七怪的老大 在史莱克七怪中 他的定位是战士 而他也是能力最全面的人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能力都很强 但因前期修行 耽误太多时间 所以成为封号斗罗的年龄也最大 都28 快接近29岁了 第六名奥斯卡 奥斯卡是史莱克天赋最高的 在史莱克七怪中 他的定位是辅助加成 而他也是斗罗大陆中 第一个十五 其封号斗罗 成为封号斗罗的年龄 是27岁 第五名宁蓉蓉 史莱克七怪 起点最高的人 七宝刘立宗的小公主 在史莱克七怪中的定位 也是辅助加成 他也是斗罗中辅助加成最强的 他成为封号斗罗 只有25岁 第四名 朱竹青 在史莱克七怪 定位是刺客 他的武魂是优明铃猫 速度是他最大的优势 在战斗中 他负责抓住敌人失误 给予致命一击 而他成为封号斗罗的年龄 同样是25岁 第三名 马龙俊 五魂 是结果凤凰 在史莱克中 定位是一名 输出 是史莱克攻击最强的 拥有极致的输出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巨航能力差 一旦魂力耗尽 自身安全 都会受到威胁 他成为封号斗罗年龄是25岁 第二名 小五 他是唐三的妻子 在史莱克七怪中的第五 是紧身输出 他本身 十万年魂兽贴身战 是他最大的优势 他成为封号斗罗时 人类年龄也只有25岁 第一名 唐三 他在史莱克七怪 定位全能 是整个队伍的核心 可以将队友的攻击最大化 统筹全局 他成为封号斗罗年龄也只有25岁 成为了斗罗大陆 最强封号斗罗 也是在25岁那年 继承海神神位 越来越来越好 prescrib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